比較忙碌的就是偶爾把這個綠拿鐵當成早餐或當成點心 我覺得都是還蠻好的選擇 哈囉大家好我是逸修 那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一道就是平常早餐 或者是點心很適合喝的飲品 那就是豆漿綠拿鐵 那為什麼叫豆漿綠拿鐵呢 是因為我自己本人不能喝牛奶 所以我只有喝豆漿 那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用牛奶取代 也OK應該說它本來就是牛奶啦 那我們是用豆漿來取代這樣子 那成分呢就是非常簡單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樣就是會選擇這個 蔬火鮮菜盒 那它裡面就是非常新鮮 連那個根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只要清洗過後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 一盆這個洗過的這個蔬菜 那再來呢你可以準備一個香蕉 那香蕉它其實蠻有濃稠感的 然後其實也帶有一點糖類 甜甜的 所以打起來就會 濃稠濃稠的 那可以準備一個無糖豆漿 那我非常推薦喝無糖豆漿 因為如果以這個豆漿綠拿鐵來說 我們希望它健康一點嘛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無糖豆漿 那這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再加一點 堅果 那堅果它就可以增加 它這個裡面的這個礦物質啊 增加它的耗脂肪啊 增加它的蛋白質啊 所以比較忙碌的 就是 偶爾把這個綠拿鐵當成早餐 或當成點心 我覺得都是還蠻好的選擇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進入這個 料理的程序 好我們就先 來處理一下香蕉 那香蕉呢 其實你就是 準備一根 那就隨意切成 就是 適當的大小 它切只是為了讓它待會比較 好打一點而已啦 好切好之後呢 我們這邊有這個 盒子嘛 先把它放進去 一隻的量 那 就看那一隻大還小啦 那這個一隻差不多 這是蔬菜嘛 那也是為了讓它好打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 簡單的這樣切一下 把它加進來 那再來呢 就是 堅果呢我們大概抓5克 可以稍微也是把它切一下 那我們一樣是把它放進來 好那我們都擺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準備好的這個無糖豆漿 加進來 我們這邊大概準備200ml的量 好都壓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按一下 好非常濃稠 一光看就非常濃稠 我們的這個無糖豆漿 綠拿鐵 就完成了 那我把它倒出來囉 看看它的濃稠度 哇非常的濃 這一杯 營養滿滿 又有堅果 又有香蕉 又有新鮮的蔬菜 豆漿 OK 那直接喝 或者是加幾個冰塊都非常好的 這個 夏日清爽的 無糖豆漿綠拿鐵就完成了 很難想像這個味道對不對 好我來試喝一下 然後來跟你們講口感如何 比想像中好喝很多喔各位 對它 喝起來呢你第一口喝到的其實就是 香蕉的甜 因為我們剛剛香蕉加一根嘛 那 再來你可以喝到很明顯的這個堅果的香 那我自己本身蠻喜歡吃五條味堅果的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攝取到一些堅果的好脂肪 那再來就是蔬菜嘛 它其實就是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好那這個 無糖豆漿 綠拿鐵就 一樣邀請你們試做看看 然後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的心得 好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